叶楚云 怎么是你啊 是刘云宗的人 我们有救了 可好像只是个纳元镜 还没我们小伟高 怕不是来送死了 纳元镜怎么了 这么看不起纳元镜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 纳元镜的厉害 冲戏归法 叶楚云这么厉害的吗 以前真是小乔套了 这怎么可能啊 一招就打败了赤鬼宗这么多人 他只是个纳元镜啊 怎么会这么强 两位还有什么要点评的吗 没有 叶楚云 没想到你还挺强的 看在你救了我们的份上 之前的事 我向你道歉 现在情况紧急 过去的事就算了 你也别放在心上了 对了 米可知道段师兄 现在人在何处 是否安全 赤鬼宗刚攻进来时 段师兄带着人出去迎敌 后来就失踪了 真的很抱歉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否安全 段师兄失踪了 赤鬼宗人这么多 段师兄不会出事了吧 我得赶紧找到他 参加主 我们只是受邀来参加纪组大典 现在人员已经损失惨重了呀 是啊是啊 难道还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去拼命吗 我们都一把老骨头了 这赤鬼宗到底什么目的 要钱还是要命啊 对啊 到底是为什么呀 诸位莫慌 我陈家上下 一定全力抵挡赤鬼宗 这些老家伙 平时拉近陈家好处 这么关键的时候 一个个居然想临阵脱逃 真是太可恶了 气死我了 哼 我有办法 看我的 陈家主 我或许能解燃眉之急 这里的赤鬼宗 清理得差不多了 其他地方的赤鬼宗 也都已经被我吸引到这里了 小师兄被侦探 宗门内又被牵制 赤鬼宗恐怕潮风已久了 这是我得到的赤鬼宗行动图 他们应该是盯上了 陈家的要紧之物 只是不知道具体在何处 这 这什么这样 陈家主 赶紧把他们所要之物 拿出来给他们 这样我们也能活下来 是呀 是呀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我们要紧啊 快拿出来吧 夜师弟 你刚才说能解燃眉之急 可是想到什么法子了 狗狗有令 你一个冲进宗祠者 将尝词破晋三一枚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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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赤鬼宗内外兽人皆有相好 目的必是迅速找到宝物撤离 叶伦斩 只要撑到流云宗长老的 突破外围的阵盒 就能渡过自己 两立 这些人实力虽弱 但像黄虫一样 太多了 根本杀不完 不过经过实战后 身体确有要突破的技巧 这个小子有点意思 这宗祠我们来搜过的 都没发现什么 莫不是藏有什么暗门通道 这群人在这里舍死防守 不会有错 东西肯定在里面 况且刘云宗的长老已经摆脱了我们在武阳山的牵制 不到一个时辰就能赶过来 我们得加快了 别耽误了任务 用手吧 小子 我来会会你 好快 来了个厉害的家伙 区区那圆镜小矛头 让你得瑟了这么久 不会真以为自己实力有多强吧 只是我没出手罢了